高雄有一对子弟和家人去餐厅吃Buffet 狂克生蚝和海鲜生食 结果疑似食物没有处理好 遭到病毒污染 导致子弟一个引发肝农养 一个败血症 双双送进急诊 险丢了小命 而医师提醒 生食容易受污染 建议四岁以下孩童最好别吃 餐厅Buffet的生猛海鲜不可少 生菜沙拉样样都有 任君挑选 但高雄就有一对子弟大胆生蚝 差点丢了小命 姐弟当时和爸妈去饭店吃Buffet 吃了很多海鲜和生食 疑似食物没有处理好遭到感染 几天后子子出现发烧肝闷痛 被诊断出肝农养 紧急施打抗生素 弟弟也因为感染性肠炎 引发败血症 子弟险些没命 在医院住了十多天 软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萧伟成 基本上他们的感染就是 因为生食可能污染到大肠杆菌 并发严重的感染 所以免疫功能障碍者就要特别小心 家长 生食的话 小朋友他们发育还没有很成熟 所以对于那种生食的部分 我比较不会给小朋友吃 而对于海鲜生食 一般家长也都不太会让小孩子吃 就怕这细菌病毒一起被吃下肚 医师也建议四岁以下的小孩 尽量不要吃生蚝 生鱼片 海鲜及生菜沙拉等 没煮熟的食物 还有肠味道功能不好的人或是有糖尿病 免疫力功能较差的民众也尽量避免 不然一旦吃到遭到污染的食物 引发肝浓痒 可能引发败血症 甚至休克致死率高达40%至50% 软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萧伟成 一般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免疫功能大概八九岁以后发育会比较完整 所以假如说有一些菌种 比较小的小孩可能抵抗力比较虚弱 他可能就会并发比较严重的感染或肠胃炎 最近出现不少A肝病毒污染的食安问题 医师说A肝属于RNA病毒 潜伏期约15至50天 症状会出现发烧 倦怠或恶心 严重的话则会出现黄胆 通常小孩感染几乎无症状 不容易发现 但若是年长者 或抵抗力弱的人 以及爱喝酒的民众感染 容易造成猛暴性肝炎 不能轻忽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宣发 节目 下 的 ser 什么